萧盛跟着爸爸到关外去了 萧盛满七岁 近八岁了 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 他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 一会儿修水库了 一会儿大炼钢铁了 他妈也是调来调去 奶奶一个人在家乡 说是冷清得很 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 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 小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 长高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 奶奶有事 他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 给他结衣裳 结褐子 结裤子 结棉袄 结棉裤 他的衣服都是结成一道一道的 一道青 一道蓝 倒是挺干净的 奶奶还给他做鞋 自己打胳膊 剪样子 纳底子 自己上 奶奶老是说 你的脚上有牙 有嘴啊 你的脚是铁打的 再就是给他做吃的 小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 萝卜白菜 炒鸡蛋 熬小圆 他整天在外面玩 奶奶把饭做得了 就在门口嚷 事儿 回来吃饭了呀 后来办了食堂 奶奶把家里的两口锅浇上去 从食堂里打饭回来吃 真不赖呀 白面馒头 大烙饼 卤虾酱炒豆腐 焖茄子 猪头肉 食堂的大师傅穿着白衣服 戴着白帽子 在真龙的白萌萌的热气中晃来晃去 拿铲子敲着锅边还大声嚷叫 人也胖了 猪也肥了 真不赖 后来就不行了 还是小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 后来 小米面饼子里有糠 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盒磨出的茶子 拉嗓子 人也瘦了 猪也瘦了 往年 碾个猪可费劲了 今年 一伸手就把猪后腿攥住了 挺大一个客郎 一挤他 咕咚就倒了 掺甲的饼子不好吃 可萧盛还是吃得挺香 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 他从食堂打回饭来 掰半块饼子 嚼半天 其余的都归了萧盛 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 她有个气喘的病 每年冬天都犯 白天还好 晚上难熬 萧盛躺在炕上 听奶奶喝啰啰啰的喘 睡醒了 还听她喝啰啰啰 她想 奶奶喝啰了一夜 可是奶奶还是喝啰着起来了 喝啰着给她倒食堂去打早饭 打掺了假的小米饼子 玉米饼子 爸爸去年冬天 回来看过奶奶 她每年回来 都是冬天 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 一串口膜 还有两瓶黄油 爸爸说 土豆是她分的 口膜是她自己采 自己晾的 黄油是走后门搞来的 爸爸说 黄油是牛奶炼的 很营养 叫奶奶磨饼子吃 土豆 奶奶借过来蒸了 煮了 放在灶火里烤了 给萧盛吃 口膜过年时打了一次卤 黄油 奶奶叫爸爸拿回去 哎呀 你们吃吧 这么贵重的东西 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 奶奶把黄油留下了 可是一直没有吃 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 时不时拿抹布擦擦 黄油是个啥东西 牛奶炼的 隔着玻璃 看得见她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 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 她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铺肺子 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 油汪汪的 很好看 奶奶说 这是能吃的 萧盛不想吃 她没有吃过 不馋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 能一气儿走到家 现在不行了 走到歪薄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儿 奶奶跟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说 哎 只怕是过得了冬 过不了春哪 萧盛知道 这不是好话 这是一句骂牲口的话 哎 看你这乏样 过得了冬 过不了春 果然 春天不好过 村里的老头老太太 接二连三地死了 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 原来打家具 修篱垃 都停了 改了打棺材 村外 贴了好些新坟 好些白帆 奶奶不行了 她浑身都肿 用手指按一按 老大一个坑 半天不起来 她求人写信 叫儿子回来 爸爸赶回来 奶奶已经咽了气了 爸爸求木业社 把奶奶屋里的躺柜 改成一口棺材 把奶奶埋了 晚上 坐在奶奶的炕上 流了一叶眼泪 萧盛一声 第一次惊艳 什么是死 她知道 死 就是没有了 她没有奶奶了 她躺在枕头上 枕头上 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 她哭了 奶奶给她坐了两双鞋 坐得了 说 来 来试试 哎 哎 等会儿 直溜 她跑了 萧盛醒来 萧盛醒来 光着脚 把两双鞋都试了试 一双正合脚 一双大一些 她的赤脚 接触了膛底部 感觉到奶奶 那的底线 她叫了一声奶奶 又哭了一气 爸爸 拜忘了村里的长辈 把家里的东西 收拾收拾 把一些能用的 锅碗瓢盆 都装在了一个 大网栏里 把奶奶给萧盛 做的两双鞋 也装在网栏里 把两瓶 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 也装在网栏里 锁了门 就带着萧盛 上路了 萧盛跟爸爸不熟 他跟奶奶过惯了 他起心不说话 他想家 想奶奶 想那棵歪脖柳树 想小三家的 一对大白鹅 想蜻蜓 想锅锅 想挂大饼 飞起来咯咯的响 露出绿色硬翅膀底下的 桃红色的赤膜 后来 跟爸爸熟了 他是爸爸呀 他们坐了汽车 坐火车 后来 又坐汽车 爸爸很好 爸爸老是引他说话 告诉他许多口外的事 他的话越来越多 问这问那 他对口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他问爸爸 啥叫口外 爸爸说 口外就是张家口以外 又叫霸上 为啥叫霸上呢 他以为霸是一个水霸 爸爸说 到了就知道了 感情霸是一溜大山 山顶齐齐的 倒像个霸 可是真大呀 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 汽车爬得很累 好像气都喘不过来 不停地哼哼 上了大山 嘿 一片大平地 真是平呀 又平又大 像是赶过的一样 怎么可以这样平呢 汽车一上霸 就撒开花了 他不哼哼了 唰 一直往前开 上了霸 气候忽然变了 霸下是夏天 一上霸 就像秋天 忽然就凉了 霸上霸下 刀切的一样 真平呀 远远有几个小山包 圆圆的 一棵树也没有 它的家乡 有很多树 榆树 柳树 槐树 这是个什么地方 不长一棵树 就是一大片大平地 碧绿的 长满了草 这地块真大呀 从这个小山包 一匹布式的 一直扯到了 那个小山包 地块究竟有多大 爸爸告诉他 有一个农民 牵了一头母牛 去离地 离了一趟 回来的时候 母牛带回来 一个心下的小牛犊 已经三岁了 汽车到了一个 叫孤园的县城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一辆牛车来接他们 这车的样子真可笑 车咕噜是两个木头柄子 还不怎么圆 咕噜噜咕噜噜 往前滚 萧胜就仰面 躺在牛车上 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 牛车真慢 还没有他走得快 他有时下来 掐两朵野花 走一截 又爬上车 这地方的庄甲 跟口里也不一样 没有高粱 也没有老玉米 种油面 胡麻 油脉干净得很 好像用水洗过 梳过 胡麻打着小蓝伞 嗅嗅气气 不像是庄甲 倒像是种着看的花 哼 这一大片马兰 马兰他们家乡也有 可没有这里的高大 掌齐大人的腰那么高 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 一眼望不到边 这一大片马兰 他这辈子也望不了 他像是在一个梦里 牛车走着走着 爸爸说 到了 他坐起来一看 一大片马铃薯 都开着花 粉的 浅子蓝的 白的 一眼望不到边 像是下了一场大雪 花雪随风摇摆着 他有点晕 不远 有一排房子 土墙 玻璃窗 这就是爸爸工作的 马铃薯研究站 山药 山药蛋 马铃薯 马铃薯是学名 爸爸说的 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 妈妈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妈妈跑上来 一把把地抱了起来 萧盛就要住在这里了 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 奶奶要是一起来 多好 萧盛的爸爸 是学农业的 这几年老是干别的 奶奶问他 为什么总是把你调来调去的 爸说 我好欺负呗 马铃薯研究站 别人都不愿来 闲远 爸愿意 妈是学画画的 前几年 老画两个娃娃拉不动的大萝卜了 上面张个帆 可以当做小船的豆莢了 他也愿意跟爸爸一起来 画马铃薯图谱 妈给他们端来饭 真正的玉米面饼子 两大碗粥 妈说 这粥是草子熬的 有点像小米 比小米小 绿莹莹的 挺稠 挺香 还有一大盘鲫鱼 好大 爸说 别处的鲫鱼 很少有过一斤的 这儿脑里的鲫鱼 有一斤二两的 鲫鱼吃草子 长得肥 草子熟了 方把草子刮到脑里 鱼就吃草子 肖盛吃得很饱 爸说 把肖盛接来 有三个原因 一是奶奶死了 老家没有人了 二是 肖盛该上学了 暑假后 就到不远的一个小学去报名 三是 这里吃得好一些 口外地广人稀 总好办一些 这里的自留地 一个人有五母 随便刨一块 就能种点东西 爸爸和妈妈 就在研究站旁边 开了一块地 种了山药 南瓜 山药开花了 南瓜 长了花菇多了 用不了多久 就能吃了 吃了 马铃薯研究站 很清静 一共没有几个人 就是爸爸 妈妈 还有几个工人 工人都有家 站里 就是萧盛一家 这地方 真安静 成天听不到声音 除了风吹 油脉碎子 沙沙地向下小雨 有时有小燕 吱扎地叫 爸爸每天戴个草帽 下地跟工人 一起去干活 除山药 有时查资料 看书 妈妈一早起来 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 一大把叶子 回来插在瓶子里 聚精会神地对着她看 一笔一笔的画 画的画和真的画一样 萧盛每天跟妈 一同下地去 回来鞋和裤脚 沾的都是漏水 奶奶坐着两双新鞋 还没有上脚 妈把鞋和两瓶黄油 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 她就到处去玩 去瞎跑 这地方大得很 没遮没挡 跑多远 一回头 还能看到研究站的 那排房子 迷不了路 她到草地里 去看牛 看马 看羊 她有时 也去试弄试弄 她家的南瓜 山药地 除一除 从鸡井里 打半桶水浇浇 这不是为了玩 萧盛是等着 要吃他们 他们家不起伙 在大队食堂打饭 食堂里的饭 越来越不好 草子粥没有了 玉米面饼子 也没有了 现在吃 红高粱饼子 喝甜菜叶子 做的汤 再下去 大概还要坏 萧盛有点饿怕了 她学会了 采蘑菇 起先是妈妈 带着她 采了两回 后来 她自己也会了 下了雨 太阳一晒 空气潮乎乎的 闷闷的 蘑菇就出来了 蘑菇这玩意儿很怪 都长在蘑菇圈里 你低下头 侧着眼睛一看 草地上 远远的有一圈草 颜色特别深 黑绿黑绿的 隐隐约约 看到几个白点 那就是蘑菇圈 低溜圆 蘑菇就长在这一圈 深颜色的草里 圈里面没有 圈外面也没有 蘑菇圈是固定的 今年长 明年还长 哪里有蘑菇圈 老乡们都知道 有一个蘑菇圈发了疯 他不停地长蘑菇 呼呼地长 三天三夜 一个劲地长 好像是有鬼 看着都怕人 附近七八家都来采 用线穿起来 挂在房檐底下 家家都挂了三四串 挺老长的三四串 老乡们说 这个圈 明年就不会再长蘑菇了 他死了 肖圣也采了好些 他兴奋极了 心里直跳 哎呀 好家伙 好家伙 这么多 这么多呀 他发了财了 他为什么这样兴奋呢 蘑菇 是可以吃的呀 他一边用线穿蘑菇 一边流出了眼泪 他想起奶奶 他又给奶奶 送两串蘑菇去 他现在知道 奶奶 是饿死的 人不是一下饿死的 是慢慢地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 越来越不好吃 因为掺了糠 甜菜叶子汤 也越来越不好喝 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 他恨这种掺糠的 红高粱饼子 恨这种不放油的 甜菜叶子汤 他还是到处去玩 去瞎跑 大队食堂外面 忽然热闹起来 起先是拉了 一牛车的洋砖来 他问爸爸这是什么 爸爸说 哦 是洋砖 洋砖是啥 哦 是洋粪压井啊 切成一块一块 干啥用的 烧 这能烧吗 好烧着呢 火顶忘了 后来盘了个大灶 后来杀了十来只羊 萧胜站在旁边看杀羊 他还没有见过杀羊 哎呀 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 完完整整 就把一张羊皮剥下来了 这是要干啥呢 爸爸说 要开三级干部会 啥叫三级干部会啊 哦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三级干部会 就是三级干部吃饭 大队 原来有两个食堂 南食堂 北食堂 当中隔一个院子 院子里 还搭了个小棚 下雨天 也可以两个食堂来回串 原来 社员们分在两个食堂吃饭 开三级干部会 就都挤到北食堂来 南食堂空出来 给开会干部用 三级干部会 开了三天 吃了三天饭 头一天中午 羊肉口馍哨子蘸油面 第二天 炖肉大米饭 第三天 黄油烙饼 晚饭 倒是马马虎虎的 社员和干部 同时开饭 社员在北食堂 干部 在南食堂 北食堂 还是红高粱饼子 甜菜叶子汤 北食堂的人 闻到南食堂里 飘过来的香味就说 哎呀 羊肉口馍哨子蘸油面 好香啊 好香 哎呦 炖肉大米饭 好香好香哦 呀 黄油烙饼 好香 好香啊 萧盛每天去打饭 也闻到南食堂的香味 羊肉 米饭 他倒不稀罕 他见过 也吃过 黄油烙饼 他连闻都没有闻过 是香啊 闻着这种香味 真想吃一口 回家 吃着红高粱饼子 他问爸爸 爸爸 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啊 啊 他们开会 开会 干嘛吃黄油烙饼啊 嗯 他们是干部 干部 为啥吃黄油烙饼啊 哎呀 你问的太多了 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盛的妈 忽然站起来 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 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 奶奶没有冻过的黄油 挤开瓶盖 挖了一大块 抓了一把白糖 对点起子 赶了两张黄油发面饼 抓了一把油麦结塞进灶火 烙熟了 黄油烙饼发出香味 和南食堂里的一样 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盛面前说 吃吧 儿子 别问了 萧盛吃了两口 真好吃 他忽然咧开嘴 痛哭起来 高叫了一声 奶奶 妈妈的眼睛里 都是泪 爸爸说 别哭了 吃吧 萧盛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 一边吃黄油烙饼 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 黄油烙饼是甜的 眼泪 是咸的 是咸的